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少爷自个儿却趴在雕花木床上哀声叹气 吴夫人见儿子闷闷不乐 便赶忙凑到跟前问道 儿啊 再过几日就是你大喜的日子了 你不是一向喜欢阮家那丫头吗 怎么这时候快将人家娶进门了 却在这儿闷闷不乐起来 吴有福闻言 叹气声更甚 垂眸看了看自己那条不中用的右腿说道 娘啊 我这样 阮姑娘还会嫁给我吗 说吧 吴夫人也偏头看向吴有福的伤腿 好一会儿都没说出话来 要说这吴少爷啊 当真是个身在福中 却没想到福之人 自小体弱多并不说 好不容易身子被调理得好了些 出门见有人当街抢劫 吴有福侠肝一胆相助 却不成相 几步追上去 东西是追回来了 可他自个儿倒是脚下一滑摔了一跤 一下子就将右腿摔断了 回来之后 吴老爷四处请郎中 给吴有福瞧腿病 可郎中对此也是爱莫能助 尽管竭尽全力 还是没能将吴有福的腿治好 最后吴有福落下腿脊 走路一瘸一拐 没了从前的风雅 与此同时也成了其他家族口中的笑柄 一开始吴有福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他是为乐于助人时才变成这样 自然不惧怕他人的目光 可如今婚期将近 他却为这腿心事重重起来 吴有福的顾虑也是吴夫人的心头事 可如今见儿子爱生再道 他这个当娘的 定然是不能跟着一起凑热闹的 思虑良久 吴夫人这才开口好生安慰道 此事不必多虑 且不说那阮姑娘也是心细腻的 就说他们阮家如今没落 我们吴家又是这城里 数一数二的大户 他们阮家自是不会在这个时候不愿的 他们还要依靠我们不是 听了吴夫人一句话 吴有福心中的石头 这才稍稍落了下来 随后便起身 伸一脚浅一脚的跟着吴夫人去了前厅 一同操办婚事去了 只是让吴有福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一语成衬 到了傍晚的时候 那阮家人当真带着人过来了 阮是一家三口 坏家一个在阮家勤恳工作多年的老管家 四人在吴家前厅站定 面色苍白 身子看起来十分驱落 只是他们却没有坐下来的意思 也没有要与吴老爷客套的迹象 当即便开门见山的说道 吴老爷啊 你我两家是多年的始交 今日这话我本不该说的 可是这毕竟是关系到我家女郎的终身大事 身为父亲的我 不可能看着他一步错 不不错 这是你们先前送来的聘礼 我们元术退回 吴老爷您请清点一下吧 吴老爷意识没有想到阮家竟会来这一套 灯石气得吹胡子瞪眼 姓阮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阮老爷的视线没敢同吴老爷对上 只是垂谋说道 吴老爷 相信你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们阮家要退婚 吴老爷文言却是冷哼一声说道 退婚 你阮家如今没落 失去了我们吴家这个靠山 你们还怎么生活 阮老爷 这话我就当没有听见 过几天和和气气的 将孩子们的婚事办了 我们还是好事交 阮老爷确实不以为然地说道 无妨 我们阮家的后路 我早已铺好 如花不日之后 也将会嫁给太原府上的刘公子为妻 刘家家大业大 比吴家可是强多了 阮老爷一句话 江吴老爷气得够呛 好半场才指着阮老爷鼻子说道 你这没良心的 想当年你们阮家刚刚没落 若非我吴家的鼎力相助 你们阮家如今怕是已然没有机会 在济南府苟延残喘了 如今两个孩子婚事在即 你们却这般真是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啊 阮老爷被吴老爷一番话说的 脸上一阵清一阵白 一直站在阮老爷身后 莫不作声的阮夫人闻言 不禁开口说道 你们吴少爷若是没毛病 我们阮家怎么会前来退婚 如今听闻你们吴少爷有了腿疾 那方面似是也有了影响 我们为人父母的 不得为女儿以后的生活着想啊 阮夫人逞一时口舌之快 却不承想他这话 却让闻声走出来的吴有福 一字不落地听到了耳朵里 此时吴有福站在吴老爷身后 正正地望着 站在阮老爷身后一言不发的阮如花 好半场才悠悠开口问道 如花你也如此想的吗 阮如花听到吴有福的声音 呼地抬头望了他一眼 可随即似是想到了什么 也只得任命地垂眸说道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如花如何想 也是左右不了如今结局的 吴有福攥了攥拳头 他望着阮如花再次重复一遍 我只问你的意思 这一次阮如花不再多言 只是道 如花听爹娘的 说吧 阮家人便于要扭身离去 吴老爷见状 本想再说些什么 却被吴有福一把拦住 吴有福望着阮如花 此时决然的背影 冷声说道 爹 莫要再多说 让他们走吧 吴有福保持着他该有的尊严 一直到阮家人走得远了 他才蹲在原地抱头痛哭起来 随后吴有福似是撒气一般 将家里吓人花好半天功夫才挂上去的红布为慢 统统扯了下来 吴夫人见状 本想前去安抚一番 可吴有福却是白手说道 娘 而没事 然而他这话音刚落 便头一歪昏了过去 这一晚 吴有福生了一场大病 梦中吴有福不断抑郁 似是做了什么可怕的梦 额头上一层层薄汗 怎么都消不下去 睡梦中 吴有福看到阮是一家人 在途中遭了难 全家无一人幸免 阮如花更是红肿着双眼 望着他哽咽说道 有福哥 不要怪我 不嫁给你 我也是有苦衷的 如今我们阮家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为什么 吴有福梦中喃喃问道 阮如花却是自顾自说道 明日怕是还会有像我们一样的人 回到吴家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更不要受蛊惑娶我为妻 因为那根本不是我 阮如花话音微落 整个人便消失在吴有福眼前 仿佛这世间从未有过他一般 吴有福呢喃着阮如花的名字 当他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然大亮 而眼泪仍旧如同绝了低似的 不住地往下流 吴有福抹了把眼泪 回想起昨夜梦中的场景 吴有福不禁浑身一颤 心中隐隐有种感觉 或许阮家退婚一事另有隐情 吴有福这边还沉浸在梦中的时候 那边昨日刚与吴家退了婚的阮家人 果不其然又折返回来 并且态度和昨天也大不相同 吴有福见状 赶忙从屋子里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 见到眼前熟悉的阮家人 不知怎么的 吴有福竟是有一瞬间 觉得眼前之人十分陌生 昨日阮家人一副病痒痒的模样 今日竟是一个个生龙活虎的 难道他昨天晚上梦到的都是真的 正想着 那便跟在阮老爷身旁的阮如花 见到吴有福的身影 连忙挤走几步 不顾男女有别 静止便抓住了吴有福的胳膊 摇晃着说道 有福哥 昨日是如花不对了 如花给有福哥道歉 有福哥带如花这般好 如花却说出那种伤你心的话 阮如花说着话 便垂眸落了泪 随即还未等吴有福开口说些什么 阮如花便是画风一转说道 有福哥 我们和好吧 只要你不再怨我 我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你 只要有福哥你还愿意娶我为妻 阮如花泪眼朦胧的 望着眼前的吴有福 吴有福有一瞬间的恍惚 只是理智却告诉他 这其中定是有猫腻 本想开口拒绝的时候 呼的眼前一花 似是忘记了什么 可他此时怎么都想不起来 望着眼前的阮如花 吴有福竟是鬼使神差地硬了下来 不过而后他话风一转 轻笑一声说道 不过 这样一来 婚事取消 你只得为我吴有福的妾室 吴有福定定望着面前的阮如花 本以为阮如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闹上一番 却没想到 他竟是如此爽快地硬了下来 此时吴老爷见吴有福执意要去 也没再说什么 指的是摇头表示自己不会再插手 只是吴有福却不知 正是他今日冲动的决定 给整个吴家带来了一场灾难 第二天一早 阮如花便被一顶轿子抬着从侧门进了吴家 没有拜堂之礼 直接变入了洞房 而吴家也只是小百宴席 一场婚事就这样匆匆了 吴有福喝得鸣顶大醉 走进洞房 见既是身着暗红色喜福 却仍旧貌美得软如花 吴有福不禁是冷笑一声说道 那日我被你娘说的那般不堪 我问你是不是也这样想 你却没有正面回答我 看来你的想法跟你娘一样嘛 不过今天我倒要让你看看 我吴有福是不是真的没用 说吧 吴有福便要栖身而上 软如花见状却是脸色一变 慌忙躲了开来 竟是不肯与吴有福同房 一来二去 吴有福也失了兴致 借着酒精而躺在一边就呼呼大睡起来 这一觉就睡到了夜里 吴有福晃晃悠悠地起身 健身旁并无软如花的身影 他瞎一时地便起身四处寻找起来 刚下地 借着窗外的月光 便隐隐约约看见同镜前坐着一人 吴有福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就见同镜前那人 正仔细地在脸上贴着什么东西 再仔细看去 那东西又不见了 倒是不知为何 大半夜的软如花坐在同镜前瞄着眉毛 这场景让吴有福不禁打了个寒颤 赶忙低声开口说道 如花 你这是在做神 听到吴有福的声音 软如花浑身一震 随即快速地将眉毛描好 这才扭过身子 看向身后的吴有福笑道 闲来半夜睡不着 便起身来到这镜前打扮打扮 想着夫君现在心中定是还生着如花的气 如花得想办法让夫君高兴才是 望着眼前笑眼如花的人儿 吴有福心中的气果然消了一半 不过他想不通的是 既然软如花这般在乎他的想法 那前日又为何说要嫁给旁人了 方才又为何还要拒绝与自己同房呢 眼前的软如花 似是猜出了吴有福的心思 赶忙开口说道 前日之事 如花深感抱歉 可婚事又岂是如花能做主的呢 如花嫁不了有福哥 心中也难过得很 恳求爹娘良久 爹娘这才松了口 至于今日 当真是不巧 如花恰好来了月事 等过去了 如花定会和有福哥完成今日洞房 说着话 软如花轻轻点起脚 便在吴有福的脸颊上啄了一口 吴有福面色一红 当今也不再计较前世 搂着软如花便睡了过去 成婚几日 吴有福和软如花二人如交似妻 整日粘在一起 别提有多恩爱了 先前软家退婚一事 吴老爷和吴夫人心中本还有芥蒂 如今见二人感情这般要好 也渐渐放下了自己的心结 这天晚上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饭 正吃着尽兴时 吴老爷和吴夫人忽然咳了几声 随即一口鲜血喷出 当即便倒地不起了 吴有福见状心中一惊 赶忙派人叫来了城里的郎中 可郎中看后 却是连连摇头称不知 吴老爷和吴夫人究竟患了何种病症 指的是开了一些安心养神的方子 便摇头离去了 显然这方子并没有什么用处 眼见爹娘的身子愈发虚弱 却没有一个郎中能治好爹娘的病 吴有福心中焦急 没过几日也病倒在床了 望着吴有福这般模样 软如花赶忙好生安慰说道 相公莫及 我家爹娘听闻公婆生病的消息 便去老家请回来一位德高望重的高人 这高人颇有些本事 听说是精通回春之术 不如相公随我回去一趟 或许他们有办法医好公婆的病 吴有福文言也没有多像 当即便点头硬了下来 怎么他也是寻不到好郎中了 就当是死马当活马医 只要有一线希望 他都不会放弃 想到这里 吴有福也渐渐打起了精神 当天夜里便随着软如花回了娘家 然而吴有福刚刚迈进软家大门 便忽然感到身后有一阵静风洗来 紧接着吴有福搏梗处一通 当即两眼一翻便昏了过去 转眼时间到了三更 原本沉睡着的吴有福忽然间 听到一阵熟悉的呼唤声 在他耳旁响起 他缓缓睁开双眼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就见不远处的软如花 再不停朝他挥着手 吴有福下意识地跟过去 却发现自己浑身上下轻飘飘的 低头一看 就见自己此时悬在半空之中 而另一个自己 则是安安静静地躺在一处房间的地上 而软如花则是守在他身旁 拿着画笔在他脸上不停画着什么 他有些发愣地看了看 自己身边的软如花 又看了看屋外 和他一样飘在半空中的另一个软如花 心中不由的一阵大惊 正准备开口询问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门外另一个软如花 再次开口唤了他一声 吴有福此时也来不及多想 下意识便朝着屋外飘了过去 屋外的软如花见吴有福出来了 上下打量了他一下 还为开口便听吴有福问道 如花 屋里屋外怎么有两个你 软如花没有多言 反而是说道 瞧你这个样子 他是已经将先前 我在梦中对你的嘱托忘记了 赶快跟我走 等你看见了 你就明白怎么回事儿了 说着话 软如花拉着吴有福便向前飘去 一直飘到软家爹娘屋门前 二人这才停了下来 在软如花的事意下 吴有福悄悄从门缝钻了进去 就见软家爹娘一左一右坐在桌二两旁说着话 卢静儿和吴有福成婚已有七天之久 而那边却依旧没有什么动静 他可别扮作女儿身扮酒了 爱上吴家那小子 到时候我们做的这一切岂不是就斗 软老爷一边说着 一边醋梅喝了口茶 一旁的软夫人闻言却是笑道 老爷说笑了 男儿怎么会爱上男儿 再说了而也是想要稳妥一些吗 软老爷冷哼一声说道 我看他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什么稳妥 再这样拖下去 怕是吴家那小子就要有所怀疑了 软老爷发怒 软夫人却是丝毫不害怕 反而信誓淡淡地说道 怕什么 他要是怀疑 我们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 二人的一番对话 让我有福听的云里雾里 正在他诧异之时 屋外忽然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 吴有福闻声扭过头去 就见身后不知何时竟然走过来 一个陌生男子 这男子进屋之后 便朝着软老爷和软夫人说道 爹娘 吴有福的皮我已经化下来了 我们随时都可以进行下一步 只是不巧这吴有福竟和软如花一样 竟是不知为何断了气 我们动作要快一些了 不然被人发现了 我们恐怕吃不了就兜着走了 说着话 那男子抬起自己手中的东西 随即就像穿衣服一样 将那东西套在了身上 当吴有福再次看过去的时候 那陌生男人竟然变得和自己一模一样了 吴有福心中大惊 眼前发生的一切都超出了他的认知 而且从他们方才的对话中得知 原来先前同自己成婚的软如花也是面前这陌生男子伴的 想到这么久 同自己共枕的是个男人 吴有福心中不由的一阵误寒 当他浑浑噩噩走出门的时候 就看到软如花还在门外等着他 吴有福心中好奇 便问软如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经过软如花一番叙述 吴有福这才知晓其中真相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个夜里 软家人睡得正香之际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 屋外站着的不是别人 正是隔壁邻居赵老爷 只是他们记得赵老爷一家 今日已经搬离了此处 怎么又忽然折返回来了 不过此时见赵老爷身子虚弱不堪 软家人并没有多想 赶忙要将其请进屋内 赵老爷确实白手说道 你们快逃 先前住在你们隔壁的不是我 而是另有其人 如今他们在我身上的目的已经达到 下一个就是你们了 再不逃 恐怕来不及啊 赵老爷说着话 还未等软家人问些什么 便探头探脑的四处望去 随即转身便消失在夜色里 软家人听闻此事 仔细回想这几日发生的事情 这才发觉隔壁一家确实有些怪异 当即也不敢多耽搁 赶忙收拾好东西便要离开 说到这里 软如花顿了顿 好半场才又开口说道 父亲知道我们躲不过这一劫 又生怕那些人将主意打在你们吴家身上 便接退婚一事 想要将这灾转移到别处去 却不成想那些人简直是贪得无厌 得到了这么多东西还不罢手 那些究竟是什么人 吴有福不禁开口问道 软如花摇摇头 随即便又开口说道 我也不知 只知道那些人精通化皮之术和捕获之术 他们正是利用这二术 变作他人 掳走他人财物的 虽然他们很少害人 但他们的事情一旦被原主发现了 他们还是会苟急跳墙的 如今我不知为何忽然断了气 爹娘一时危在旦夕 现在唯有你才能救我们了 说着话 随着一阵金鸣声响起 天边一度白出现 吴有福眼前的软如花的身影越来越淡 迷糊之间 就见软如花朝着他挥了挥手 吴有福便觉身子一倾 再一睁眼 他已然回到了身体里去 见此时屋门未锁 吴有福赶忙小心翼翼地出了门 一路朝着官府狂奔而去 最后在官府的帮助下 那三人终于被捉 在官府一番审讯之下 那三人这才交代了实情 原来这一家三口本是普通的农户 一次撞大运 无意间学会了蛊惑术和画皮术 便心生歹念 混进大户人家 用蛊惑术让那些人以为自己生了病 让人放松警惕之后 他们便会利用画皮术取代大户人家 搬走他们的财物 一家接着一家 有些人因此事而亡 有些人在醒来时 已然不记得先前之事 一家三口尝到了甜头 便不想再收手 可原本添衣无缝的手段 却被无意间魂魄出走的阮如花告了密 这才让人发现他们的丑事 个人得了恶报 至于阮如花 原本不知为何断了气 却在此事了结之后 神奇般的又醒来了 阮无两家兵士前贤 又成了亲家 阮如花和吴有福二人感情更上一层楼 只是每每想起此事都分外觉得奇妙 不过在小编看来 一切皆有定数 事件之大 很多奇奇妙妙的事情都无法解释 或许冥冥之中都有安排 好人也许一生平庸 但坏人却不会一时安好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